花林县独金学会第四五届的新协任礼监事交接典礼 特别举行了 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到场给予祝贺 并且见证了由协任理事长吴甜美 交棒给新任理事长陈文青 饶中他表示除了协会志工致力于推广独金之外 也希望各级校长一起来响应 让独金教育可以在花莲开支善业 阿爷胡大儿木檀子长兄 在独金会考中获得极地状元的陈家伯 以木兰师吟唱为花莲县独金学会第四五届新协任礼监事交接典礼 揭开训幕 现场贵宾云集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代理处长饶中 也特别来到现场给予祝福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和敬佩 独金协会多年来在很有主力的情况来 来推这个活动 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美好的文化留下来 在饶中的尖交下 有些任理事长吴田妹交棒给新任理事长陈文青 回首过去六年 吴田妹表示要感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很重要的 在推动过程里面这六年 我们就是看到独金应该是更重要的就是进入到校园里面 所以很感谢我们的县长 也很感谢交易处 让我们有这样的平台 就是所谓的跟交易处这边来配合 做学校的推动独金闯关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前校性只要申请 那我们协会的整个志工团队就会到 就是各个学校申请的学校 不管在偏远的学校 我们都愿意前往 在任内里面 很重要的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工作 真的就是传承永续 希望真正培育 把下一代培养出来 而新上任的理事长陈文青 过去是在警戒退休 他表示上任后会 则无旁贷的持续推广独金教育 让这股风气在花莲能够开支善业 这个四十五间 对人人的教育非常的好 传统文化 带给我们 理解校道 忠孝仁爱信誉和平 所以说他们要我来接这个任务的时候 我很惶恐 但是我也很乐意 所以说我也请我们原来的干部 继续来帮助我 交接典礼简单又隆重 最后是在会员们的祝福当中圆满成功 记者 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